欢迎来到如果云知道 刚联系生的大小事 问凯云就知道了 好多道院前死亡 甚至是前一天还好好的 还可以开会 结果隔天就倒了下来 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过世之后才确诊是新冠病毒的 哎呀好多人哦 之前还说大约达到了 台湾死亡人数的10% 有一层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请到了许舒华医师 要来跟大家讲快乐缺氧 所以大家听了很久 快乐缺氧隐形缺氧 许医师这到底是什么 难道人会很快乐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其实我们可以想说正常人 他如果说是在缺氧的状态之下 照理说他的身体会有一些反应 比如说身体缺氧了 然后他就会跟他的大脑讲说 我们呼吸中枢你要加快 你呼吸的速率哦 不然身体里面的牙齿不够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警觉 你就会有船等等的情况出现 开始船 对那所谓快乐或隐形 隐形可能意思就是说 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 快乐就是好像都已经 明明肺的情况不是很好了 可是他也像没事一样 就是都不会有什么症状 可是不会有症状这件事情 是因为新冠病 它透过某一些机制 而让你的 就是所谓的大脑 就是呼吸的中枢 它就是警觉性的第一 可是如果说失去了这个警觉性的话 大家就可以想成 其实它就是延误你救医嘛 但是你的病况 可怕是一直在变差 因为身体失去了一个警觉 而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悔这样 所以他又称隐形缺氧 真的很像隐形杀手 当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 人已经在缺氧的状态 肺部心脏已经开始败坏了 许一只听起来好可怕 有没有哪一些族群要特别注意呢 对就是血管不好的人 那通常就是 就是老人家 60岁以上 我们的长者 那通常还有就是 比如说像三高啊 三高 高血压 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脂 这些其实也会 慢性的破坏你的血管 还有就是肥胖的人也要注意啦 基本上肥胖的话 他就身体处于一个 慢性发炎的状态 所以如果说 就是真的新冠病毒的一些攻击 他可能就会 就是产生这种快乐血氧 隐形血 就是低血氧的这样子的情况 大概会比一般人还要高出 大概两三倍左右 怎么样的情况就代表你缺氧 比如说第一个像胸门 第二个的话就是 比如说你没有办法深呼吸 你大概呼吸都是比较浅的 稍微快一点 而且比较浅的这一种 然后另外还有像是传播器啊 然后还有就是 比如说指甲 指甲 或者是比如说嘴唇 开始有发黑啊 发紫啊 这样的情况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就 就是说身体的这个 含氧量比较低 徐士你刚刚提到说啊 指甲还有嘴唇 发黑或者有点紫紫的 之前有人说啊 我们这样子按自己的指甲 然后看它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恢复 这是一个方法吗 或者我们可以用哪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里头可能没有吸氧机 但是你有一些方法可以注意 我们所谓的看你甲末端这件事情 就是主要是看你的血液循环好不好吗 所以通常来讲 如果说我们稍微做一些按压 然后回弹 它通常就是血液的那个 灌流是好的的话 它大概就是会恢复到原本 粉红色啊 这个正常的颜色 那如果说 你的这个恢复的这个情况很慢 或者说就是看起来就是黑青黑青的 直直的 那本来就是应该要 有什么方式 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六分钟步行的测试 就是说你以就是一般这样子行走的速度 可能选一个房间啊 然后这样走走走走走 六分钟 假设你走完了 或者你根本就没有走完的情况 它就开始发现 我们刚刚上述的那些情况 比如说像是嘴唇指甲等等 发黑 颜色发黑 就是整个很喘 那这个就一定要赶快就是就医这样 那另外还有就是提醒大家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呼吸的一个次数 通常正常的次数是在 一分钟十二到二十下左右 那如果说你一分钟超过二十三十下以上 那就代表其实你已经不自觉的 有喘起来的情况 OK 所以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六分钟的步行测试 照你平常的速度来走 如果呢 你觉得走到一半有点不舒服了 有点开始喘了 就要非常注意了 那第二个方法 或许你过去根本没有观察过 你一分钟呼吸几次 待会呢 我们看完如果云之道 赶快帮自己测试一下 正常是一分钟十二到二十次的呼吸 你可能每天就固定一个时间 许医师是不是固定一个时间比较好 应该是说我会建议 如果你真的是高危险群的话 那我会建议 譬如说你可以每六小时 或者是每四小时 大家就坐一下这样 诶 可是真的不要太惊慌 我是指说高危险 好 像刚刚讲的这些人 不然大家都知道 看四小时 诶 闹钟又响了 赶快要来吃 这呼吸都急促起来了 也或者譬如说像是 刚刚讲的也很棒 就是说 诶 我不用特别提醒 但是我大概知道 就是我大概饭后 或者是某一个固定的时间 我就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的这个呼吸的次数 尤其高危险群 可以定一个规律 这样子会更加 有警觉一点这样 这个血氧期啊 大概测到多少 代表我们可以安心 多少可能就要打电话 请人家来急救啊 或者是进一步的救疫了 就是如果真的有血氧期 这样子比较标准一点的 测血氧方式的话 上面秀的这个百分比呢 是百分之九十四到一百的中间 那可以比较放心一点 可是如果说是 九十二以下的话 那就代表你真的是 有一个缺氧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赶快送医 那九十二到九十四中间 或许你就可以开始 先观察自己的呼吸次数 或者你就可以开始 做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六分钟走路测试 那如果说它有很剧烈的一个下降 或者你做完那个症状 就极度不舒服 那也一定要很有警觉 就赶快送医这样 那么还有一个 如果平常有抽烟习惯的人 是不是他的吸氧能度 原本就会比较低 那这样的人又要怎么样注意 一面自己一直非常紧张 好像吸氧太低 但是以他们的状况来讲 可能平常吸氧就是在 低于平均值的状态 通常啦 抽烟本来就是对你的心血管 是一件不利的事情啦 所以就是能戒烟赶快戒烟 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说通常我们抽烟的人 就是你平常就在抽烟的时候 那个一氧化碳的一些造成的血氧变化 就会造成你的血氧真的测起来比较低 那这个情况大概就是你维持八小时之后 不抽烟的话 你那个血氧的浓度才会慢慢上升 所以或许有的时候呢 真的测起来就会稍微偏低一些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你可以戒烟 但是就是如果真的担心的话 你不妨就做一下这个六分钟的测试吧 就是行走测试这样吧 好因为呢 长期抽烟的人 原本也是在这一波的高危险足缺 肺部功能可能原本没有这么健全 没有这么好 更容易被攻击 所以呢 更需要注意 其实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家里头有吸氧机的人 他是一个夹子嘛 夹着 到底要夹哪一根手指头啊 有差异吗 其实几乎你哪一根手指头都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要先温热一下 先温热一下 就是你要很冰冷的去 很冰冷的时候去测试 通常有的时候也比较不准 就是让它你可以稍微暖一暖你的手 然后就是再去测试 这样子会比较准确一点 好谢谢许医师在疫情当中提醒 如果云志道的所有好朋友们 要注意的状况哦 这一波的快乐缺氧跟疫情缺氧 真的是在新冠病毒当中 去年国外的医师就发现了 发现它很恐怖的地方就是 无声无息的侵害你的肺 居然你不会知道不会喘 但当肺部已经受到很严重侵害的时候 人倒下来那一刻 可能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 而且要救治都困难了 在台湾确实也看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就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 6分钟的在家里头步行测试 还有呼吸 数数大家1分钟的呼吸是多少 12到20次才是正常的 25次以上 代表有问题可能要赶快打电话 联络1922了 谢谢许医师 如果你们知道 高年纪生的大小试问凯云就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在疫情当中 我们持续会透过各种方式 透过科技 请专家来为大家解答更多的问题 请大家锁定了 拜拜 许医师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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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凯云 那么很多人都会miss掉 我们最新的健康讯息 所以凯云教大家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个订阅完全是不用钱的 免费所以不用担心 看到订阅红色的字按下去之后 旁边有个小铃铛把它打开 你就不会错过 包括所有健康资讯 以及如果云知道的最新影片